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個,進階食法每天8個。 服用腦健能提高腦筋的靈活性,增強記憶力及視力,活化腦細胞,延患長者的記憶力, 舒緩情緒緊張,提升觀察力及敏感度。 支持他那方面的營運,課金支持國際主持, 尤其是Peter哥的節目,有萬修士,很厲害的。 我們台廚,很厲害,均勿器然也很厲害,有五千元, 很厲害! 但對得多舊,哈哈哈哈 即是收皮了,收得皮了吧? 不要緊的,也要買一些健康產品, 現在玩到有分銷點可以方便大家, 亦都可以去用電話落單, 好像是電話落單都可以去寄貨, 都很方便的,所以大家去支持一下, 去強健力吧! 很方便!很方便! 開始上了軌道, 亦都可以初見規模, 好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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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這個, 上一集就說了一個香港足球淺談, 現在想玩衝出國際嗎? 是啊! 嘗試說一些關於足球的, 看看會不會有多少少留言給我們, 因為這個決定太闖絕了, 所以暫時說一說我自己本身最熟的, 也就是我最愛的, 那隊球叫做意大利, 其實意大利是屬於冷門的, 意大利也不算冷門, 我不是說他的成績冷門, 可能放在香港, 有人喜歡英格蘭, 巴西,德國, 荷蘭,西班牙, 意大利... 荷蘭就不要提, 通常荷蘭都是賤人喜歡的, 例如荷蘭呢? 不關事啊! 那條傻子, 不要說他啦! 他影子衰於荷蘭啦! 其實荷蘭我也OK喜歡的, 但是今集我主力是說回意大利先, 喂, 帕金為甚麼射飛機啊? 帕金很帥啊, 大哥, 冰王子啊! 帕金變成帕金射飛機啊! 我們不要說荷蘭好不好? 我們不要說荷蘭, 我先說回意大利先好不好? 我們下一節再說荷蘭, 為什麼我會喜歡意大利呢? 那其實我小時候呢, 我記得我是自己喜歡阿根廷的, 是喜歡馬拉多娜, 我記得那時候我只有幾歲, 他在... 見到他是很厲害的, 總之一個扭幾個, 好厲害的! 然後就... 很小時候的意識, 就是喜歡阿根廷和馬拉多娜, 接著好了, 大一點點了, 那... 馬拉多娜上帝之手, 還記得怎樣玩啊? 很久了, 那個我沒有看, 我只是看過一樓七那個, 馬拉多娜又說喜歡他, 爹... 那時候很小時候, 只有四、五歲而已, 一個球踢過來, 拍了嘛, 我... 那你翻看, 當然是看到啦, 現場那場球, 我是沒有看的嘛, 你也不會有看到啦, 你也沒有出生啦, 但... 我問你, 你說沒有看過, 你翻看也沒有看過, 證明你不是真心喜歡啦, 那我... 我還沒講完, 你差開了我而已, 我幾歲那時候是喜歡阿根廷的, 但是... 不知為什麼呢, 我突然大了一點點, 見到巴治奧好像在94世界盃, 飛機那一腳之後, 然後我... 不知為什麼呢, 是自己多了留意了意大利, 然後... 巴治奧好悲情啦, 回到國家做了罪人, 沒有人要他, 去到要踢布尼西亞, 然後... 我就留意回, 他去布尼西亞之前是踢斯多人達斯的嘛, 那哪一個去取代他呢, 那個叫迪比亞魯, 那時候他很年輕而已, 我多了看迪比亞魯, 他... 那時候, 真的很好啊, 我那時候是多了, 是多留意意甲的, 以及祖雲達斯的, 就是我現在最喜歡, 就是我之前那對球是意大利, 如果是球隊的話呢, 我就是祖雲達斯, 那我現在都有留意祖雲達斯的, 就是不關斯朗事, 我自己本身都是喜歡祖雲達斯, 因為祖雲達斯, 因為祖雲達斯有一個, 他叫做迪比亞魯區域, 即是, 迪比亞魯去到那個區域呢, 就基本上是入球的了, 那我以前, 我有友善的, 那也有看二甲, 看身那對球, 他經常都去那個位置入球的, 那我就很喜歡他, 還有他的拍檔, 恩沙基, 原來以前我也看友善的, 不過是, 是買滿盒而已, 我不是, 我先看友善的, 那時候有看友善的, 他們兩個是很合拍, 他們兩個一季是入成四五十球球, 接著呢, 就是, 那講以迪比亞魯, 他突然間就重傷斷腳, 不知道斷腳還是斷腳, 我忘記了, 他是休養了一年, 接著出來之後呢, 因為他很想入球, 很想入球, 他就不交球給恩沙基, 搞到兩兄弟反目, 恩沙基去了A.C.米蘭, 但是他去到A.C.米蘭, 真撒幾厘都不斷入球, 很厲害, 那或者我講回, 即是意大利那個歷史, 他本身是用, 他偏重防守的, 但是, 其實為什麼他會偏重防守呢, 他其實是有段估計的, 因為他在1934年和1938年, 是拿了兩輛世界盃冠軍的, 那時候他不是這樣踢的, 但是因為去到那幾年, 有了一個空欄, 那大部分的主力, 就在空欄中死了, 變成青黃不折, 那便逼著要踢一些防守性的足球, 那便會出來, 現在當然不可以叫做防守, 現在都不是踢這些球, 踢這些球都不行, 他們以前叫十字亂放, 怎樣十字亂放呢, 他基本上是放了八個, 至到九個, 在自己的後場, 他只是留一個中鋒, 在一個前場, 可能是停球, 如果你說巴治奧, 都不止一個, 起碼有三個, 那時候我還有一個叫做, 風之子肯尼基亞, 好像叫做, 跟他拍的, 兩個都是快的, 那去到巴治奧後期之後呢, 迪比亞路在, 即是受了傷, 他之前都有入, 入意大利國家隊的, 但是成績不好, 受了傷, 在國際米蘭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做韋利, 那個就死了, 即是踢了901戰術, 有什麼球呢, 大腳踢給韋利, 那韋利其實他的身體質素很強的, 他以前意大利就是用一個中鋒, 一個衝鋒衝你的前線, 或者是停球, 等你蓋上來, 那就變了很簡單, 防守, 拿到一個球, 一是經左右, 接著就大腳踢給韋利, 你做到就做到, 做不到就等不等到你過來, 這樣, 接著後來, 恩沙基呢, 他又有另一個特點, 他就負責搶越位, 標前, 還有, 其實恩沙基一開始我不欣賞, 因為他很多球都叫做撿雞王, 這樣, 但其實我大了一點, 看回他的數據, 原來他一場球, 基本上是平均跑10公里, 他跑的運動量, 是贏了自己的隊友, 他是最多的, 所以, 即是等於香港的李健和, 他很勤力, 他是不斷地去, 偷你那一步, 他過了越位, 球證不吹, 他就單刀, 他就可以入球, 所以很多, 我以前可能不懂看球, 經常見到他, 整個單刀, 射龍門, 嘩, 經常撿雞, 經常射空籠, 我以前不懂得欣賞他, 現在我真的, 懂得入球, 還有勤力, 就很欣賞他, 但是去到現在, 可能, 近期就很聰明, 有民先來教, 之前呢, 其實就是連上一屆世界杯都入不了, 是不是, 其實我真的, 因為那班其實我自己都不懂, 因為在2006年拿世界杯, 那班, 你說是正選, 我基本上, 即是說得出他的名字, 正選是誰, 迪比亞路, 托迪, 加道素, 迪羅斯, 金莫蘭尼斯, 森寶達, 尼斯達, 簡拿華路, 寶芳這些, 真是很熟, 你說得出, 2006年那屆, 其實全部都可以叫做球星, 但是你去到, 近期, 你不要說他去不到, 入世界杯那期, 那些, 去到現在, 我都不太懂, 都知道恩斯利治, 那些, 人家說他是新偉利, 他有偉利的影子, 但是你不可以跟偉利比, 因為我以前也有留意偉利的球, 他拿了個球, 明推你的, 一個推幾個, 好像推土機那樣去的, 接著射進去, 那他我就, 他有個影子在那裡, 但是他做不到, 推土機那個效果, 你明白嗎? 巴治奧不是做什麼, 一個扭幾個, 巴治奧是, 一個扭幾個, 還要扭完, 小組進攻, 扭完還要, 不是自己射, 是為了被人射, 巴治奧的好處在這裏, 其實巴治奧, 是, 沒有意大利風格的, 即是, 你看回, 他是有巴西的風格的, 所以, 如果巴治奧, 應該理論上是, 他不是射飛機那次, 理論上, 他有機會做球王, 歷代三大球王, 他是有, 他是有, 他是有資格的, 有, 有這個機會, 就是過一腳而已, 其實, 其實他很慘的, 就是, 他過一腳, 射了飛機, 回到去意大利, 祖仁達斯, 立即就不要他, 正常的民族做人來的, 是吧, 是吧, 你去到其他國家都不會的, 是吧, 就是因為你過一腳, 其實, 個個捧到他上天, 他去Ferentina那時候, 踢得很好, 跟著轉會去祖仁達斯, Ferentina暴動啊, 為什麼你賣給祖仁達斯啊, 是不是呢, 賣了給他, 個個捧到他上天, 破紀錄, 好像都忘記了多少錢, 去到世界盃, 他全部都踢得很好, 是不是呢, 喂, 他四強, 怎樣贏, 怎樣入幾球, 你們又不說, 是不是呢, 決賽, 他可能沒有球入, 你說他踢得不好, 到最後, 喂, 他加持完了大佬, 他抽筋了, 射了一腳飛機, 你又變成他罪人, 唾棄他, 其實他真的很慘的, 要踢, 即是, 他的布雷西亞這樣, 當然可能是, 他自己都有一些, 程義傑在那裡, 因為當時, 以我所知, 他, 大球會, 或者可能外國球會, 可能萬聯, 那些, 都有, 叫他過檔, 他不過, 他死都要留在意大利, 為什麼呢, 因為他想, 再入回意大利國家隊, 其實他, 呼聲很高, 他最後, 掛香那一屆, 他好像在布雷西亞, 都入了十幾二十球, 呼聲很高, 但都不選他, 然後, 他沒有引過阿虎, 這樣, 考一下, 考一下, 你知不知道, 三大球王在哪三大? 馬拉多娜, 比利, 還有, 西德隊, 梅拿, 碧根包牙, 碧根包牙, 不是球王, 碧根包牙, 是大帝, 人家叫凱撒大帝, 是三大球王, 不是, 你這樣說, 球王是高魯夫, 高魯夫是球王, 但不是世界公贏, 那是球王嘛, 世界公贏, 哇, 你說, 高魯夫不是球王, 你待會出去, 被人打, 跟三位神級的比, 那當然是, 殺順一點, 高魯夫同級, 他可能, 他沒有拿過世界盃, 但他是球王, 那他三個都是, 碧根包牙不是球王, 碧根包牙是海撒大帝, 他帶領了自己對球, 拿世界盃, 高魯夫做不到, 那三個才是, 堅抽嘛, 如果, 如果, 巴志不是射飛機, 帶領到, 入到, 做了冠軍的話, 可能他就是, 第四位球王來的, 老實說, 不奇怪, 其實那一下, 人生的轉捩點來的, 是啊, 你看回慢鏡, 人家正常是, 一二三, 三步半踢, 一二就踢身飛機, 那些人後來, 賽後分析了, 懶了一腳嗎? 懶了一步嗎? 不是啊, 他自己都說, 他抽筋啊, 那這個是他自己說的, 後話來的, 其實很合理喔, 為什麼, 他體力不計會做到這件事呢? 因為, 在美國那時候, 他踢決賽呢, 溫度是三十六度, 你首先踢了九十分鐘, 零比零之後, 再踢多三十分鐘, 一百二十分鐘, 沒什麼誰能頂得上啊, 大哥, 其實你, 我覺得, 真的沒得怪他, 還有, 有一張, 有一張相是很, 很, 很出名的嘛, 他就, 他就跪在那裏, 掩著臉, 龍門又, 舉起了, 拿了冠軍, 哇, 反差很大, 那張相片真的是經典啊, 那張相片,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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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 兩步半戲就犯了一個基本的錯誤 其實這下 其實沒關係的 你射十二米一步就行的 沒什麼關係 一步就炒掉 看你準不準的 基本功問題 但是很搞笑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踢球 我有個朋友很厲害 明明空弄 空弄就空了 他在這個位置 龍門 即是龍門的力量 一翼這樣射飛機 那他差勁而已 厲害啊 這麼大過的空弄 都被射飛機 就不厲害了 或者我再說 2006年 就是 嘩 幹嘛你 拿世界杯那個喜悅 那時候我家裡還有裝 我決賽在自己家看 我很緊張很緊張很緊張 即是 我也知道 意大利 在我有生之年 都沒什麼機會 有這麼好的機會 拿冠軍就踢決賽了 踢十二馬 即是他一贏十二馬那個人 我真的開心得跳起來了 是吧 也有一次我是 真的 跌落地獄的 就是在他早幾年的歐洲國家盃 對法國的 開頭 先進了一球 接著去到 淫完場了 完場了 然後被查斯古特 進了一球 一比一 哎 糟糕 我就知道 以大利玩了 原來輸夠了 然後突然 在加時輸了 嘩 那場球呢 我就在酒吧看的 說我真是個人 我真是好 但是現在可能 我都不會 情緒牽動那麼多 可能個人大了 可能個人以前小 但是 我對意大利 最大的感情是什麼 就是可以贏錢 不是啊 意大利 不是啊 如果意大利來講 我擺出意大利 我是輸錢的 即是我也 我都 我買贏輸 我買贏輸 我買贏輸是什麼呢 譬如 有一屆 意大利對南韓 意大利 日韓世界盃 不是意大利聯賽 在說的 日韓世界盃 我買了500元 意大利贏 很簡單 很合理 意大利對南韓 可以買意大利 我不是買贏輸盤 我不是買贏輸盤 我好像買 讓半球 那輸就輸了 你不要讓他一球也沒用 總之我買了意大利 意大利的人都輸了 所以我以後 我就不買意大利了 即是我想意大利贏 所以我就不買他 意大利 他早記不是試過 有打架球 拉勾 電話門 過落月早 其實他之前 這件事爆之前 我可以看回數據 大家 即是那時候 我們都是讀 剛剛畢業 我正在做大快活 有個老師傅教我買的 他西西里島 那三對球 永遠都是的 他會贏輸盤 然後這個方法 懶得沒有錯 人家對家贏 因為三對球很差 但永遠都是贏輸盤 然後他會買實實實 可以收拾 即是三場 即是總雲大師對新的三隊 都會贏輸盤 會贏輸盤 會贏輸盤 那時候我很多電話費 那就是假球 明是假球 那邊出嗎 贏錢就行了 很同溝 而且他喜歡意大利 你猜一下我喜歡哪一隊 你喜歡 你喜歡 馬其進 德國 德國 德國那時候 怎麼說 西德隊的時候 很厲害 合拼了 反而差了 不知為何 西德 西德是厲害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合拼了 反而差了 多人才 差了 不是 對呀 以我所知 合拼了很久 德國隊 大部分入隊的球員 都是西德 東德是很少的 還有他最黃金的組合是 阿奇連市民 比亞河夫 武拿 西斯拿 加拿高普基 都很厲害 但現在他全部退休之後 現在那一堆都不行 不是呀 上屆拿世界杯冠軍 德國那隊都厲害 炒巴西7比1 那一班是厲害的 因為他夾得好 但是你沒有這麼精彩 始終覺得奇連市民在這裡 德國他始終是踢機動性 你不覺得沒有誰特別出色 因為每個人 每個人擺在那個位置 他都可以做到那個功用 但那時雙箭頭 奇連市民和比亞河夫都很厲害 頭鎚有勁 如果你說頭鎚 我覺得比亞河夫比比亞河夫更厲害 比奇連市民 德其市民名氣高一點 但後來他最後那一屆掛虛之前 一個球省中了 省中了一個尖鐘 然後暈倒了 那一屆掛虛 我們留點資料 我們下節講德國隊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